最后乡贺岗村沿着安夜西派修竹而上的农路多处宁立不堪 尤其是横跨安夜西桥头 因为大水冲刷有半个路面陷落超过三米深 围及到农产运输交通安全 华联县议会的副议长潘岳霞他的瑞税服务处 就会同当地代表到现场会刊 一起提报改善计划要还给民众新的安全 沿着安夜西派的农路驱车而上 来到这座横跨安夜西的桥梁 只见桥头前的土石陷落半个路面 谨慎水泥墙面 路面土石全陷落到三米深的谷底 到场会看的华联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瑞税服务处主任不禁担忧农民的交通安全 除了副议长潘岳霞服务处 三度来先看的南区县政中心副主任周宇梅 及相代表林玉芬表示 山区大水沿着安夜西冲刷而下 而将桥头陆基掏空为及桥梁安全 不仅农民的农产交通运输更是岌岌可为 共同会看后也将提报改善计划 还给当地农民安全的交通环境 这个本来也是路面 应该是有衔接到那边的 整个都冲掉了 被冲死了 所以应该说上面路上的水 安夜西畔修竹而上的农路多处泥泞不堪 桥头陆基遭大水掏空陷落 形成超过三米深的大洞 副议长潘岳霞服务处也将厘清管辖全职单位机关后 在提报争取改善 避免灾情扩大 也维护农民农产运输的安全 记者是越南瑞瑟采访报道